第一期轻轨工程快将上马 面对新口岸居民的质疑声浪 甚至扬言要提告喊停整个工程 运舰办终于公布轻轨的环明报告已安明昔 对于居民最关心的噪音问题 顾问公司在轻轨沿线做的调查显示 在人口稠密的观察和黑砂环区 如果轨道安装了隔音屏或者采取密封式设计 白天每半小时的最高噪音平均值 介乎52到63分倍 相当于看电视或者在巴士内的噪音环境 任何时段都符合香港的环评标准 顾问公司建议在营运期间 深夜时分可以减低车速或采用隔音屏障 进一步减低噪音对居民的影响 环评报告强调轻轨工程对生态 以及历史城区的景观影响 都符合澳门的法律要求 不过对于伦敦街居民一直要求 当局提交的消防报告 证明轻轨走内街不会影响消防安全 运舰办就表示 在一般的项目评估中 并没有消防这一项 也从来没有承诺过会有一份消防报告 运舰办会在与民间沟通 了解居民们想要的这份消防报告 究竟要什么内容 澳亚卫视唐显荣 澳门综合报道